今天就剛剛聽完林鄭的道歉 有些感想 今天就跟大家點評一下 首先我看到的東西 真的很原始的感覺 我剛剛看完就剛剛錄的 通常那種靈感或者觸覺 都會有一些insight 都會有一些動見 當然你沉澱了一天之後 那些動見又會有少少不同 儘管看看有什麼分別 這個真的是立刻的 聽完之後 剛剛一個小時 今天四點鐘 聽完大概十個字的記者會 聽完之後就告訴大家 感覺是怎樣 首先她 林鄭的衣著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衣著是樸素的 沒有以前那種大紅大紫的感覺 她很明顯背後的團隊有幫她撿過 叫她不要太囂張 叫她不要太囂張 穿一些 比較乾淨的顏色 沉一點 平實一點 你看到所有的飾物都拿走了 她表示氣場降了下來 即是 每逢你帶到的飾物 我講過 女人帶的飾物 其實是代表一種氣場 代表一種氣炎 想坐上把位 而她這次是弱化了 很明顯是弱化了 專登的 看回她的態度 是弱了少少的 弱了少少 也不能說她真的很強 她現在的飾物 因為你看到她 上次 她的記者只下問兩條 一條兩條 還要學一些記者 還要問三條 這次沒有了這個規矩 任由記者問 你四五條都要回答你 這個很明顯是對記者友善了 即是記者的問題 以及他意著的問題 我第一種感覺是這樣的 而她的道歉方面 基本上是重提那篇文章 和上次那篇文章是一樣的 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只是重提而已 不過她的道歉 其實是有多一點解釋的 最重要的是 是否撤回呢 是否撤回呢 和這個暫緩 就是那個暫緩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問題 撤回和暫緩 原來她說得很清楚 原來暫緩的意思就是 這一年 去到二零 二零年 現在二零一九的七月 暫緩的意思就是 如果 暫緩的意思就是 這一年裏面 意思就是這一年裏面 如果突然之間有一個奇蹟 有一個奇蹟呢 出現了的話 2020 他們突然之間很團結 建制派很多事情 或者市民 沒有反對 沒有反對的聲音 沒有反對 沒有反對的聲音 就是有機會重啟 有機會重啟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條線是這樣的 大家要清楚 其實她說得很明白 她中間解釋了 她接受這件事 總之 為什麼她不說撤回 撤回就是死了 現在已死 意思就是 那條例就死了 不會再拿出來 現在她仍然是堅持暫緩 但是沒有時間表 沒有時間表 沒有時間表 拿來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 有機會這一年裏面 這一年裏面 但是那個機會很低 所以其實是一個奇蹟 如果除非一個奇蹟 就是 喂 市民不反對 還說yes 這樣才會重啟 重啟 重啟 還要搞很多事情 一大堆手續 還有一大堆手續 在裏面要搞 搞完才可以 就是容易讀 就是這樣的過程 而她的記招 其實很難 真的 我自己平心而論 她不說撤 其實很明顯 跟撤是差不多的了 還有少許分別 就是這一年的分別 簡單來說 如果大家反對這件事 只需要這一年 即是2019年至2020年 即是2019年至2020年 2019年至2020年 即是七月而已 這段期間繼續反 那條條例基本上是失效的 反到去七月 總之是七月那時候 因為七月會重選立法會 重選立法會 那時候 那條條例 就會 完全失效 這一年裏面 大家仍然要堅持 有監察 堅持去反對這件事 搞定 當然 你反對 你的心 總之她又想 開個時間表出來 這樣 那就又反了 對不對 雖然知道她開個時間表 是會通知大家的 是吧 又吵冤巴閉 我想她自己也不想 這個很重要 其實已經說了 究竟 今次 解釋了 何謂暫停 何謂撤回 她仍然都是不撤回 但她暫停了 她暫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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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說暫停了 暫停了 就是暫停了 但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這一年 有機會 有機會 但機會很微 她說了 她說 其實機會很微 她也要接受這個現實 她們政府會接受 基本上 那些建制派所說的 其實就 累緊 其實就等於死了 所以有些人說 究竟是否撤回 不重要 我自己覺得 好了 至於暴動這個問題 暴動這個問題 暴動這個問題 她又拋球給警察 其實從頭到尾都是拋給警察 她都沒有什麼 總之 盧偉聰說什麼 盧偉聰說什麼 就是什麼 因為她說 那些是前線的 他們決定的 她也是支持盧偉聰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有些記者問這些問題 都蠻尖銳的 我也蠻欣賞 其中一題就是問她 你這個暴動罪 在魚蛋革命的時候 走步路也算是暴動的 走路也算是 走路也算是 好了 你現在突然間 改口 說這個612就不是暴動 就不是暴動 沒有問題 是吧 但你又捉了那五個人 捉了那五個人 捉了那五個人 又說她是 是吧 即是說那個Event 是吧 那為什麼 那時候 魚蛋那時候 是吧 走步路也算是暴動 還坐牢 這個就是雙重標準 那位記者是很聰明的 沒有人可以提出這個問題 我看到在座那些記者 沒有一個能夠說到這個點 即是那個分別 就是魚蛋 原來可以局部定性 原來可以局部說 這幾個人就是暴動 那些就是和平 是吧 為何這個612 就有這麼有趣的玩法 這個也要去解釋 就是這樣 好了 她又拋了個球 給律政司 正若驊要出來解釋 基本上 現在從頭到尾都沒見律政司出現 其實從頭到尾有人說過 其實就是律政司這條 熙女 搞出來的 當然鄭若驊本身 他都有一大堆醜聞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呢 就是呢 整個記者都會說這幾件事 好了 還有下台 是不會的 是不會發生的 好了 現在坊間很多人猜 說 他會9天 又說 90天 三個月內 會辭職 我相信 是不會的 他都很嘔硬 他說 任期內 三年的工作 會繼續 其實現在開始坊間的人都不在乎 因為 就算你 當你找到另一個 另一個又是另一個 另一個 只不過是 那些問題會繼續出現 香港人仍然要解決 反而要先搞定制度 制度比較重要 你誰做都沒有所謂 現在已經去到這樣了 你誰做都會這麼傻 那麼傻 689也是這樣 這人又是這樣 777也是這樣 你給另一個上來 又是一塊樣子 好了 制度是怎樣 現在要不需要問責 是吧 但很明顯他沒有 沒有人需要下台 好了 那有些 黑警問題 黑警的問題 他說什麼呢 他說你去找警監會 警監會 即是那些 一個獨立的部門 他們會去監察他 有投訴就打他 就這樣 即是他 用一個這樣的意思 即是投訴 找警監會 這樣 講了整件事 基本上他跟那篇文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整個記者招待會 最有意思就是這一點 關於撤回和暫緩的分別 這個是我聽到最有意思 但是當然 簡單來說 反對黨 或者是市民 如果不喜歡這條例 包括我在內 只需要在這一年裡 監測他 是吧 而監測他 看看他有沒有重啟的意思 而重啟的過程 他是需要一大堆程序 又要諮詢 又要再開會 或者可以跳過一讀 但是二讀 仍然需要 仍然是要叫人開會 但我相信 沒有人敢碰這條條款 沒有人敢再碰這條條例 所以現在坊間有些年輕人 一定會很執著 現在都有些少少分裂的意見 有一批人就說 其實已經 條例已經死了 有些人就說 不是啊 他暫停了 有機會翻生 但是其實是過敏了 其實應該都差不多死了 現在這個焦點 就落在救人手上 反而是 那條命 現在丟到律政司那裏 律政司說告便告 律政司說不告便不告 就是看那個謝若驊怎麼說 就是這樣 好了 至於會不會 那些黑警 那些 濫用暴力的那些 會不會追討呢 又要射波 基本上又是 其實就是沒有那件事 就是這樣 好了 有記者問他 你對 死了的烈士 怎樣 怎麼辦 他心表遺憾 所以我反而欣賞 他最後的記者 連續問那幾個問題 是很精靜的 一就是問魚蛋 和今次 為何可以這樣 分別可以差這麼大 二就是問了他那個烈士的問題 就是 三就是問他 有一個 哇 真是正 他說 現在的警察 你身為人母 怎樣看暫你老母這件事 有些警察 就罵記者說暫你老母 當然 林鄭月娥就秘而不答 就是這樣 整個記招就是大概我自己的感覺 好了 那往後的行動 其實很多人已經有個分歧 昨天 就有些人圍著 什麼特首辦 還是什麼差事 我不知道 總之 還有人留守 現在已經散了 其實現在往後的抗爭 那個Pattern 其實很簡單 和我們玩 這個 就是和女兒玩Test Game 其實不需要Test 基本上 最重要就是決戰 總之 就是 決戰就是約會 如果我們追求女兒說的話 約會就是開會 可以等同立法會開會 大家要想一想 其實邏輯是完全一樣 約會等於開會 我開會那時候才開他 當然是 現在沒有會開 你就不需要去留守 我自己覺得 還有 只需要民陣1, 民陣那邊 就是民陣那邊 就是 總之有事 就叫遊行 是 現在 人數 去到200萬 關注程度很高 再不是說 以前的 政治冷感 是有些感覺 就是 三分一的香港人 已經是有些感覺 所以 基本上 三分一的人都在監測 這件事 未來能不能夠重啟到 這一年 其實是很難的 我們計算的成數 我們都要冷靜去理智 去分析 還有 我們 現在 如下的工作 應該做些什麼 我覺得 現在 都無謂的了 為你都沒有什麼意思 都說得很明白 整件事 就是這樣 當然 始終 前線那批人 我都理解 前線那批人 其實是 因為之前 是捉了很多兄弟 捉了很多 他們的兄弟 警察捉了很多人 所以他們的憤怒 仍然存在 他們的憤怒 仍然存在 所以他們不認識 那團火 就是 所以仍然很想做些事情 這是林鄭自己 或者是幾年前 689 即下來的問題 即是 她的魚蛋 很多東西 魚生革命 即下來的 基本上 這樣 都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戰爭是長期的 所以這個 這麼長期的戰爭 等於好像Tesla 你沒有理由 每天都 簽字文打給她 是不是 當然是收一下 放一下 要力的時候 才對她 才出力 如果平時那些 可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監測她 其實這個時候 就可以 平時可以多看新聞 檢測她 然後 再看看 如果有 過分的事情 就再組織遊行 暫時的 就是這樣 當然 如果她又不聽 又不聽 趁開會 那時候 就 又來了 最重要是開會 有些人說 是否設定期限 有些人說 最重要是設定期限 其實我覺得不是 是開會的事情 我都說過 譬如有一個人 爆房間 和女兒 快要射那一刻 你走去撞門 然後 那個人說 你讓我先射吧 你讓我先射吧 我什麼都答應你 情況差不多 如果她沒有 我會開你設定期限 有什麼東西用 我都不是在房間爆房間 你怎麼捉姦 你怎麼捉姦 你怎麼捉我那一刻 我又不是在射那一刻 你當然要捉她在射那一刻 等她 射雨不射之間 那一刻 她才最難頂的 我就是這樣看 今天就分析了這麼多 多謝收看